我叫刘丽,和老公结婚一年了,今年我催老公买了房子,他说存款不够,我便找爸妈借了点钱,把房子首付交轻了,老公说他存着钱是准备买车的,房子的事根本不用急。 住在婆婆家就行了,婆婆家是一栋比较老式的楼房,虽然上下两层,但住着却受够了气,一楼一间房是公婆住,一间房是八十多岁的奶奶住,另一间房是客房,二楼最前面的房是我和老公住的,也是我们结婚用的一间房,客厅里简单的装饰了一下,最后面的是书房,而中间的一间则是小叔子住的。 我和老公毕竟是已婚的人了,小叔子就住在隔壁,难免会不方便,并且小叔子不学无术,如今帮着家里种田,品性也不是很好,村里的人经常叫他小混混,我尽管对他平时吊郎当的行为,也不满意。 但同时一家人,在外面也得帮着他说好话,晚上老公回来,公婆,我,老公,小叔子,一家人围在桌子旁吃饭,饭桌上他们四个人有说有笑,而我吃完饭后就上楼去了。 白天的时候,小叔子很少和我说话,婆婆经常扯着我帮他做事,公公就躺在房里看电视,我和老公每个月出一半的电费和饭菜费。 后来我受不了这样的生活,便去城里找了份工作,因为我比老公下班的早,有的时候会坐车回婆家,刚到家水没喝上一口,婆婆就立马让我去做饭,而她连菜都没洗,我就干脆不提前回家了。 我和老公已经结婚了,是一个独立的家庭,我厌倦了和公婆,他们挤在一起的日子,所以才让老公在城里买房,后来我和老公就住到了城里,摆脱了公婆还有小叔子,我的日子也清静多了,老公要面子,要是能开车回老家多风光,一直说着要买车,他既然答应了我买房,我也答应了他买车,不过是贷款买的,我们还要还房贷。 就让老公买了一台十多万的车,小叔子知道老公买车了,也立马去驾向学开车,老公车刚提出来不到三个月,小叔子就拿到驾照了,他这算是新手上路,非得要开老公的车去村里转转,我当然不肯借,婆婆就把我说了一顿,说他也想坐儿子开的车,我话没说完,老公就把车钥匙给小叔子,一直到了晚上,小叔子才慢悠悠地摆, 把车还回来,婆婆还坐在车里面,我拿着手电筒把车前前后后看了一遍,发现保险杠那都撞坏了,车也掉气了,我立马朝小叔子发火,小叔子话也不说,就站在那抽烟,婆婆看我一直在说小叔子,便出来说我,人没事就行了,你这一辆破车也就十万块钱,要是人伤了,你赔得起吗? 我简直气疯了,是你们要面子,非要开车去都疯,受伤了还得我赔,老公也跑过来劝我,让我算了,人没事就行了,婆婆则火上浇油,说我的听我老公的,家里还没我说话的份,以前在婆家住的时候,我就看婆婆不顺眼了, 如今,婆婆说出这,每一句话,我当场就和老公提离婚,我在这家里,难道就没说话的份,朋友们,你们说这婚,不离干嘛,图片来自网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